為何小朋友在家與學校的表現不一樣 因為學校有明確的規矩 讓小朋友知道有甚麼可以做 有甚麼不可以做 同樣學校有明確的掌佛制度 與小朋友的行為表現互相配合 例如在家中比較難做 小朋友聽了爸爸媽媽的指示 可能會借意不做、不聽 但學校這件事是不可以發生的 以下就有三點提醒給家中 有甚麼可以做幫助小朋友 家中也表現得好一點 第一點我們就要想 小朋友拿到我們的注意力 會否因為他不聽話、不守規矩時 而拿到我們的注意力 如果是我們就要轉一轉 我們就要留意小朋友做得好 有聽指令時 有守規矩時 給他多點讚賞 給他多點認同 這樣他也可以很明確地知道 下一次我要怎樣做 才可以拿到爸爸媽媽的認同 例如可以說 我很喜歡看見你 專心在那裡溫習 你自己坐在那裡溫習很厲害 這些都是一些讚賞 第二點我們就以一個正面的方式 去告訴小朋友 他們要做的行為是甚麼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小朋友 不要做甚麼 不要做甚麼 反而用這個方法 就只會令小朋友 再聽多一次我們不想他做的事 我們就要180度倒轉 用一個正面的方式告訴他們 例如說我們要慢慢走 第三點我們就要以身作則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在學校 老師 或者一些同學 都會是給他們模仿的一個對象 如果我們在家 就沒有了同學 也沒有了老師 這樣他們就不能模仿一些好的行為 我們做家長的就要擔負起這個重任 例如可能就是吃飯的時候 我們想小朋友很專心地吃飯 不要看電視 不要玩iPad 我們做家長的也要以身作則 做回一樣 讓他們看到何惠茲專心吃飯 好 爸爸